HELLO 大家好,我是伴生书 大叔我今天又來啦 在影片開始之前,如果還不知道我是在幹嘛的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 大叔我本身就是積木愛好者 我就是喜歡玩積木 我這邊是在做積木拼接跟拆箱的 如果你對積木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老粉也是一樣 如果你還沒訂閱,還沒開啟小鈴鐺的 趕快去訂閱開啟小鈴鐺 大叔我今天要介紹什麼 我們來介紹一個硬貨 為什麼說它是硬貨呢 因為非常粗獷的外型 搭配非常大的扭力跟扭矩 這個就是語心的13144 太拖拉 太拖拉 整體的顆粒是3647顆 組合起來呢 還是實體看起來是蠻大的 不過我一直不解的是這個車型是幹嘛 不過在上一週的直播的時候 有粉絲跟我說 它好像是那種 就是卡達拉力賽那種在跑的車子 它不是實際在運輸的車子 它是一個比賽用車 算是也給大叔我科普知識了一下 不過這台車子呢 它整體搭配了六個的L電機 然後搭配八個輪胎 它的扭力跟扭矩是非常大 整體拼接起來 底盤算是 底盤是很 就是緊實度是很好的 但是 它雖然緊實度好 但是它不會因為 用於過多的積木 然後讓裡面的空間非常的難拼接跟穿插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些奇怪的動作 特技的動作 然後讓它來嘗試看看 那我們就有請今天介紹的主角出現 我為什麼會說它可以做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特技動作 各位 這種底盤是屬於我第一次搭建 我們現在大家對車子的認知一定都是會用避震 包括積木也都是相同 它一定會有一個避震 用避震去固定輪胎的支架 可是它特別的地方在於 我從側邊給各位看 我這邊往下呢 另外一顆輪胎就會往上 它是做反向的輪動 其實我也一直不解的地方是 它其實有用避震 但它避震是用橫桿拉出去 後來我剛才無意間在玩的時候呢 我發現了一個 就是蠻特別的一個點 原因在哪裡 當你走 就是這種 他們說的越野的這種車的時候 當你走在一個非常崎嶇不平道路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它的輪胎增加它的服貼性 幫助輪胎增加它的服貼性 就是加強它的抓地力 所以我剛才其實 大叔我從側邊開過來的時候 裡面後面會有畫面 所以你們一定要看完 開過來的時候呢 我是把前輪整個是懸空的 整個前輪懸空的狀態呢 它就像這樣子一個內巴 然後第二排輪胎是屬於一個外巴的狀態 然後它是靠第二個 二三四排的輪胎 然後往後旋轉 然後把整個車頭 就是牽引上來 一定要看完 後面我會拍一些特技動作給各位看 其實後來我在這個狀態底下 我才發現 其實它原來是這樣子的設計 原來是因為 它要讓它同一邊 因為它是分成一組 兩組三組四組左右 都是各兩組 它要讓它就是前後輪胎 當遇到地形不平的時候 它去讓它的服貼性更好 然後抓地力更強 所以它用了這種設計的結構 我想應該會有這種設計結構 原車實車應該也是相同的 這樣可以克服很多 多數的不規則的地形 因為每一個輪胎在懸空的時候 或者是懸空不著地的狀態底下的時候 你另外一個輪胎 它會所產生的負重會更大 可是當你前面輪胎被擠起來的時候 後面輪胎它自然它就是會往下壓 它往下壓那個狀態呢 它是 一般避震是有行程上的限制 它的行程跟活動的範圍 又比避震 就是避震帶來的效果更好 然後它的避震的效果呢 是讓輪胎往內縮 各位它每一個都有避震 它避震的效果是讓輪胎往內縮 但是它這個服貼性是靠 是靠前後兩輪的連動 所以它整體在組裝起來 它其實算是每一個輪胎上的支撐點這些 它的扎實性都比較好 不過有一點是我非常不解的是 為什麼它的輪動 就是傳導這個輪動這個東西 為什麼是要用大齒輪去帶動的 這我比較不能理解 因為原因為什麼 其實我個人會覺得 它用那個 萬象街頭可以省去一些 就是可以省去蠻多的空間 可是後來我剛剛這樣完了之後 我有一個想法 我可以理解它為什麼要這樣子做了 原因在於 我們那個塑膠的萬象街頭 當扭力扭矩太大的時候 它很容易被扭斷 所以它用了一個大齒輪 搭配一個小齒輪 第一是增加扭力 第二是因為 它那個大齒輪跟小齒輪 它不管你活動的關節 在哪一個角度 它都可以完全搖合 它是呈現一個完全搖合的狀態 它不會說 因為 因為 呃 擺動的角度過大的時候 它的萬象街頭變成是轉折成死角 不會 因為這個大齒輪 它是 它是固定中心點的 它是不變 它不管這樣擺 這樣擺 它永遠是 在中心點這邊是永遠是不變的 所以它一直都是呈現在這個狀態底下 所以它在輪胎的搖合 齒輪的搖合上面 它可以輸出比較大的扭力跟扭矩 但是壞處就是 你在每一個輪胎上面 它要拼接的位置跟方向 就是 拼接的積木就會比較多 因為我們正常四位的邏輯裡面 就是我們一個萬象街頭前後搭配一個十字軸 我們就可以做到多項性的關節活動了 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 因為它六個 各位可以想像到六個L馬達 二代的L馬達去傳輸 然後到八個輪胎 我覺得那個如果是用這樣子的話 它那個萬象街頭很快就會被扭斷 除非換到鋁合金的 就是現在市面上有受那種鋁合金的萬象街頭 再來呢 其實我覺得它這一款車 除了外型粗況以外 很多的小巧思 這也是大叔覺得很有趣的小巧思 它的車門呢 是有車把手的喔 車把手往外搬 車門就可以打開了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構造跟原理 好 附加的座也是一樣 好 附加的座也是相同 好 呃 再來說後面喔 這為什麼一直讓我非常不解的原因就在這裡 它為什麼要凸起來這一塊 好這第一點 然後再來另外一點是 它到底是要運輸什麼東西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好 後來 我在直播的時候粉絲有跟我說 就是 它可能就是卡達的那一種 就是 沙漠 沙漠競技的那一種賽車 好 那整體拿起來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很簡單 馬達所有的配置都在中段 馬達所有的配置都在這邊 好 這邊就可以一目瞭然 這一顆M呢 是做擋位的 呃 掛上擋位 所謂掛上擋位 就是它改變它的 嗯 扭力扭矩 的作用 然後另外一邊呢 是做輪胎的轉向 再來這兩排呢 側邊可以看得到 大叔現在手擋住了 側邊可以看得到 直接完整單邊是三顆馬達 三顆高扭力的L馬達 所以兩邊就是六顆 算是拼裝起來其實還是蠻容易的 不過 呃 這個早段時間呢 也粉絲給大叔了一個方向 他問我說這個可不可以改成 就是可以 呃 改成貨車 就是後面加貨斗 可以前後勤的 其實我跟各位講齁 它的空間很大 什麼叫空間很大 在這個平台上面呢 你可以 不搭 不搭這個平台 你直接去組一個車廂 然後後面用 利用 利用各位 利用這後面這兩個支點呢 去做一個活動關節 至於怎麼做呢 我覺得各的 大家自己 自由想像 自由發揮 然後再去買了一堆灰色的積木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 後面做貨車的揚起 甚至這邊 你不要用灰色 你用這個白色也可以 再去多買一些白色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 後面一個車廂 可以用 就是請洩車的那種道理 那這一台如果做請洩車的話 我覺得 看起來應該會比13130更好 因為13130就是礦山自洩車 礦山自洩車就是胖嘟嘟 然後正正方方的 那可能會跟我們 一般路上所看到 所想像的那一種 就是 貨車 就是後面有貨斗的那種貨車 就是感覺會不一樣 那如果這個後面 如果可以搭建起來 大概比這邊 大概再高 七個孔位就可以了 六到七個孔位 甚至更低也沒關係 就會有點像 我們台灣一般路上 在看到那一種車 我覺得那個 可能效果會更棒 我們期待 有玩過這一款車的 粉絲朋友 跟我們一起分享 把這個 可以的話 把它改裝出來 然後 上傳到我們的 粉絲團 或者是 私訊給大叔 大叔看一下 大家的方向是怎麼樣 改裝起來 效果是如何 因為現在我不敢亂答應各位 因為我發現 我欠各位太多了 等一下 其實蠻多粉絲朋友 希望大叔 拆這個拆那個 或者是說 希望大叔 能夠出改裝的影片 說實話 我們最近 安排編錄的新品 實在太多了 所以光 拆箱 拆箱組裝這個時間 都已經不夠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盡可能 我們盡可能 就是在有空閒的時間 我們再來去 做一些改裝的影片 那其他時間 大部分我們還是 以新品拆箱為主 不過之後慢慢的 我們團隊慢慢的人數 越來越多的話 或者是 大叔有比較多 空閒的時間的話 我會盡量去滿足各位 把這個進度給趕上 好 再說回來這一台 離題了 這一台礦山 不是礦山世界車 這一台太多啦 整體長度 份量 然後包括外型 這些 其實它都有達到它的 粗曠的那一種效果 扭力扭矩很大 但是它如果真的要改上 就是 把速度給改 改到就是 高轉速這種方式的話 速度稍微快一點的話 可能是沒辦法的 不過它整體的攀爬 跟越野能力 是非常棒的 等一下我會在影片後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在桌面的側角 桌面的邊邊角角的地方 我讓它直接往上爬 然後直接跑 就是直接這樣走起來 那個效果 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 那個扭力跟那個方向 那個力距 那個效果 好了 我們今天這一台呢 呃 礦山 不是 好了 我們今天這一台太多拉呢 基本上 我們就先介紹到這裡 呃 如果有不懂 或有憑階上的問題 都可以歡迎 來跟大叔 就是私訊我 或是在粉絲團留言 或是我個人的IG都可以 那 因為 這一台基本上 呃 也是算是 嗯 我們之前粉絲點的 就是 粉絲希望大叔拆箱的 那 因為這一個款式 說實話 一開始我收到的時候 我比較擔心 它是配一代的馬達 因為 畢竟它是 呃 如果我沒記錯 它是19年的時候 發佈的商品 2019年的時候 上的商品 那 還好 因為這可能不知道 已經出到第幾版了 所以我收到的時候 它還是配掛二代的馬達跟電機 喔 不過我個人認知裡面 它如果配二代的馬達跟電機的話 它應該不用配那麼多 可以最少少兩顆啦 喔 基本上可以少兩顆馬達 因為那個馬達 馬達 馬達當扭力扭矩太大的時候 很容易去傷及那個 基木的塑膠齒輪 喔 對 在這邊先跟大家說 呃 這段時間大叔常常有收到一些訊息 就是問說 欸為什麼一開始跑起來很順 後面跑起來變不順 或是說一開始跑起來 覺得力道還不錯 或者是 呃 動作 包括尤其工程系列 一開始的動作還 還不錯 可是到後面為什麼 感覺動作好像沒什麼力 感覺有點緊 我跟各位順便再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呃 他會搭的時候 他往往齒輪會偏位 他偏位的時候 他有可能去摩擦到前面的基木 或摩擦到後面的基木 然後我們呢 像這個手可以撥得到的 我們就用手去撥 那如果手撥不到的呢 我們就拿一隻 小隻一隻起子 去稍微輕輕的挑動他 就是把那個齒輪 撥到有一個間隙 他不會去跟旁邊齒輪摩擦 基本上他的速度啊 他的扭力啊 這些都會回來 尤其是像怪手跟吊車這種系列 因為他們的動作不會只 像車子呢 就是停留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他就是固定這樣動作 但是怪手不會 怪手的吊那個 蠶斗的那個大臂 他會一直升降 所以他的位置是會位移的 然後吊車也是 吊車的吊臂也是相同的道理 因為我們基木是一個一個 並排拼接出來的 所以每一個在並排的當中 他一定會多少會有些間隙 尤其玩久的時候 他會可能會間隙會變大 間隙變大的時候 會推及到齒輪 有可能會有這種類型發生 所以當你發現說 如果感覺速度沒有一開始買來的時候 好或者是玩起來 沒有一開始效益那麼好的時候 可以去檢查一下齒輪 是不是應該把齒輪稍微波動一下 再來就是順便跟大家科普一下 很多人就是會上游 大叔不反對 但是上游的時候 盡可能去上一些中性的固態游 比如說像有潤滑效果的 大叔我是個人會拿像 凡斯林這種東西 直接塗抹在齒輪上 齒輪的輪間 齒輪的輪間上面 原因在哪裡 你如果是塗到軸上面的話 到時候軸變滑了 他一樣也是會被滑動的 所以我們如果是塗抹在齒輪的輪間上 他就是最基本上 他那個軸跟齒輪這裡 還是有一定的咬合程度 比較不會滑動 好了 我們今天這台太托拉就介紹到這裡 各位別急著走開 我們現在開始落地去實測 讓大家感受一下 他的扭力跟跑動起來的效果 今天先在這裡跟大家說聲再見了 再見 掰掰 1 2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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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